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ungle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5次课 Restful接口 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就是一个是Restful API的介绍 然后就是Jungle Restful Framework的一个介绍 最后是我们的实力学习 首先什么是Rest呢 首先呢Rest它是Rest Appreciational State Transfer的一个简显 也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表现成状态的一个转化 它是一种架构的风格 然后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从资源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网络 所谓资源呢 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实体 或者说是网络上的一个具体信息 它可以是一段文版 一张图片一首歌曲 总之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存在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URL 就是统一资源定位符来指向它 每种资源对应一个特定的这个URL 要获取这个资源 访问它的URL就可以了 因此URL就成了每个资源地址 独一无二的一个识别符 然后呢就是每个也就是我们下面有说的 每个URL就代表一种资源 我们通过URL可以去读一无二的访问这个资源 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 它是个表现层的一个状态转化 它这个资源呢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一张图片啊 歌曲啊 服务啊 它就是一个信息的实体 它可以有多种的表现形式 我们把这个资源具体的表现出来的形式 也就叫做表现层 比如说文本可以用TXC的格式来表现 也可以用HTML的格式 XML格或JSON的格式来表现 甚至还可以用这个二进制的格式 图片呢 当然就是采取GPG的或者是PNG的格式来表现 URL呢 它代表资源的实体 但是它不表示这个 这个就是说资源的这个形式 所以说它就是 准确来说就是一个表现层来去概述它 最后呢 这个客户端通过四个HTEP的动词 对这个后端进行操作 那这个HTEP动词具体指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get 就获取资源 然后post就是新建一个资源 put就是更新资源 delete当然就是删除资源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get 比如说我们经常举的这个poem这个例子 get poem是post poem 然后呢 get某一个ID 然后某一个具体的这个poem 或者是修改某一个具体的poem 或者删除一个具体的这个poem 然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状态码 状态码就是服务器向客户端返回的这个返回的这个状态的歧视和信息的歧视 比如说200它表示OK 也就是表示服务器成功返回给客户用户这个请求数据 比如说201就是用户新建或者修改数据成功 比如说400就是invalid request 用户发出的请求有错误 具体更多的这个状态状态码呢 可以参考下面我给出的这个链接 然后呢 jango rest of framework 它是一套这个构建rest of api 有效和便利的一个框架 然后安装呢 也非常简单 我pave install jango rest of framework 就可以安装下来了 然后我们之后呢 就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项目 我们首先安装好这个framework rest of framework之后 在我们的项目里边要去引用它 rest of framework OK 然后呢 我们要使用它怎么去使用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就举了那个hcp动词 我们比如说我们首先有一个目标 就是怎么要去获取这个所有的诗词信息的列表呢 我怎样建立这个rest of api呢 然后也就是说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要完成这个rest of framework的这个序列化 序列化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新建一个 serieser这个一个文件 单独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SERIALIZERS 然后里边呢 这个我们去引入 Rest for framework 引入这个序列化 然后呢 从这个models引入这个poem 我们要把这个poem进行 这个序列化 poem SERIALIZR 然后呢 它继承于这个model 就是model 然后我们也非常简单 这里边只需要指定它的原数据 指定它的model 是这个poem 然后呢 它的field author 然后呢 title 还有这个比如说它的type 这个跟我们的之前的这个jango内置的这个form 这个非常的类似 我们同样是指定它原数据的model和field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视图函数里边去处理 视图函数怎么去获得这个列表呢 怎么用Rest for API去获取呢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它的这个API的相关的接口 实现它的get和poster 来就是说实现这个Rest of API的一个设计 然后从它的这个view里边呢 我们引入这个API view 然后呢 引入它的status 然后呢 引入它的这个还有整个一套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有这个response 然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序列化 pom-seer-raiser给引入进来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pom也给引入进来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list view 继承这个API view 非常简单 然后实现它的get和这个poster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参数呢 quest 好 format 我们首先把这个pom 它不是要获取列表呢 我们当然就跟之前的处理是一样的 pom-objects-all 然后呢 这个地方不一样的是这个地方 是一样 如果这个pom-seer-raiser 然后把这个pom给放进去 注意这个地方 many要指定它的这个many是true 就是说我们放进去了多个数据 不然的话 你就会收获一个错误 就会报错 然后我们用这个rest of framework内置的这个rest boss 帮我们去回复它 然后怎么样呢 把这个数据给它 然后呢 我们再实现这个post 当然参数也是一样的 request format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需要把这个 因为post 它post的数据 它是放在这个request的data里面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序列化的实力 然后从这个pom-seer-raiser里面去获得 它指定它的data 然后叫data 然后呢 我们这边 它是多个吗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many 就是说你这个结果里边是多个还是一个 然后我们看到它post的时候也是一个列表 都是多个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依然是true 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跟我们之前处理的这个form是很类似的 然后判断它是不是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保存下来 当然这个地方可能是保存多个 是一个list 然后保存之后呢 我们就返回结果 response 返回我们保存的这个结果 返回给它status status呢 我们直接调用它status里边的这个ttp 当然我们创建成功了 就是201 created 如果验证失败的时候呢 就返回也给它返回一个结果 返回什么呢 返回把错误信息给它返回回去 就又体会到了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form 就表单的处理是极其类似的 也就是ttp 当然这个是400 看一下 400 bad request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url边去添加 去添加的时候呢 我们url points 然后view 这样 直接使用这个asview 去访问poems ok 看我们就显示了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 直观的一个页面 然后就把这个信息返给我们了 这个就是resifu框架的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地方 他给我们了一个非常美化过的这个机面 然后我们get的时候呢 你看这儿有个get 用get的时候就获取了整个列表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给创建新的这个新的这个poem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有这些选择 有json啊 有这个表单啊 有我一般是选择这个json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拷贝过来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可以只填一组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边可以选择 就随便写吧 enna 江沟 这个格式大家要注意 可能会我们去post一下 OK 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看我们再获取它的整个列表 我们刚才去投递的post的一个也成功的返回回来了 OK 有的同学要问了 我还想访问某个特定的这个poem该如何书写呢 这一次呢用一个装饰器 而不再使用直接使用这个apiview了 而使用它的这个装饰器 装饰器是更简洁的一种方法 直接定义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poemlist 这次呢我们直接定义一个函数 叫poemdetail 然后呢它的参数request 和这个具体的这个主件 我们这个地方引入这个apiview的话 这个地方指定它的操作的一个动词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去尝试获取 我们如果你尝试发出一个不存在的这个主件的时候 我们就跟它返回一个status是404的 not farm的tdp-404 返回这个状态 是不是非常的简便 然后进行判断 如果request method 这跟之前我们的处理又很像 如果是put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是修改的时候 我们首先如果是get 如果这个method是get的时候 拿到实力拿到poem 然后呢 把poem给传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返回了 response 很类似的把data给它 OK就把数据给返回了 else 否则 request method 它是这个put的时候 put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是类似的了 怎么拿到呢 是这个request里边有数据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需要验证 ease valid 如果是有效的 我直接就可以save了 然后数据就可以保存起来了 return response signalizer.data 然后最后或者是 如果更新的 如果是无效的话 然后就当然就返回一个response 是把错误给它 arrows status 或者最后 如果request method是这个delete的时候 如果是delete 当然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可以直接delete掉 这个数据就被删除掉了 删除之后呢 我们这个返回一个状态就行了 告诉它删除的这个结果 返回它一个204 就可以了 就是不存在了 这个结果已经 ok 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添加 byl 然后这个地方呢 破译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拿到这个pk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 试试去访问它 比如说poim1吧 OK 我们就把poim1给拿到了 我们可以去尝试去修改它 比如说我修改它的类型为1 put OK 它修改类型为1 比如说我们把它删掉 delete 它会给出一个提示 let's delete delete之后 它就会 看我们的状态嘛 就显示出来htb204 no content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 什么是Restful API 然后JungleRestful framework的一个使用 然后如何来去建立 JungleRestful framework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 Restful API的一个概念 和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 Restful API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呢 学习并且编程实现了 这个Restful API 然后大家下去可以多做练习 然后掌握这部分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上了这